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十九 诸真定觉 在先前 给我 最深刻的 所感的 是现代人 幸福祈祷 不定 学佛的同学 常常写东西给我看 写问题来问我 字都很潦草 这是在我们这一代 年轻时候没有看到 换一句话说 不说时间久 五十年前 四十年五十年前 我们在社会上 跟人家往来 写这个字 都很规矩 通常我们看到 行凯 行书 不是完全草字 现在我们看到人写字的时候 潦草 这说明什么呢 他心不定 他妄念土 他烦恼重 就从这看到 说话土 妄念土 心不定 这是 很大障碍 那有这种障碍的人 书念不好 书没有念进去 所以现在的学生 在学校念书 目的是在什么地方 目的在考试 应付考试 只要考试及格 毕业文凭拿到 就行了 文凭拿到 没有学到东西 老师教什么样学生 老师不教学生 为什么你要教学生 跟学生结冤仇 说不定学生把你傻了 不敢得罪学生 学生不听话了 老师要的是什么 老师要的是薪水 要过日子 所以过去所好 学生混文凭 老师混终点费 过有所需 所以大家都不负责任了 我在那时出家之后 也教了几年书 我在学校教过五年 真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比现在还好多了 现在那个时候 学生做作业的话 这个写的字 很多规矩 你真的写这个潦草 像现在的 这老师可以不改你的作业 退回去 重写 写的不规矩 不看 现在变成这么普遍 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乱 我跟方老师 是这些的时候 六十年前 那个时候 方老师告诉我 现在学校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我那个时候跟他写信 写一篇文章 送给他来 你要看 目的是想到学校 旁听他的课程 他把学校的状况告诉我 他说 你要到学校去听课 你会大失所望 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方老师在学校上课 我去听也会很失望吗 很可能 现在 那更不必说了 我现在还是澳洲 昆斯兰斯兰大学的教授 荣誉教授 偶尔有一次 到学校去的时候 学校给我安排一堂课程 给同学讲一堂课 安排这个老教授 告诉我 他说 发誓 你要知道 现在学生上课 耐心只有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之后 就没有耐心了 心不在眼了 可以说说 讲讲故事 说说笑话 大家在一块同路 现在是这么个情绪 到课堂一看 果然没错 十分钟以后 你看学生心不在眼 这个眼睛不看老师 看窗外面 耳朵听外面声音 这我们就想到了 世风日下了 教学的水平 一落千丈 这怎么叫 这才真正是忧虑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再次表达 靠居 大子 相朝 约